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火塘很感兴趣 所以今天就特意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边的火塘 这个就是我奶奶家的这个火塘 我们这个地方就是每家每户都会有一个火塘 冬天的话可以烤火 然后熏腊肉 所以有的时候就比较方便吧 直接在上面做菜做饭的 可能很多朋友都是第一次见了 我们家那个火塘是在一楼 所以下面是泥巴比较好做 这种是在二楼 然后它这里有一个圈 里面放的也是泥巴 在完全是这个木板上面了 等一下带大家去下面看一下 下面是什么样的结构 这一个是我山苏的火塘 它这一种就是直接是这样凹下去的 也是一层泥巴 有很多朋友就说 为什么我们这里都是那种火塘 没有那种灶台什么的 其实是有的 一般每家每户都有这一种 不管是一楼或者是二楼 都可以做这种 为什么我们经常在这个火塘上来做菜做饭呢 因为冬天的时候我们是烤火 我们用木材烤火的 这边的话是没有什么暖气之类的 那么烤火的话就平时就可以直接做菜 也是挺方便的 这个火塘上面的话它有一个洞 是用来通烟的 因为是经常烧这种柴火 所以火塘的周围 就是不管哪里都是乌其骂黑的 我现在就是在这个楼下 大家看一下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就是火塘的底部 它也是做到这个木房子上面 然后里面是填着有泥巴的 因为这个房子比较久了 应该有快上百年了 然后这下面用这个顶一下 这个就是我们家的火塘 今天中午的话我就在我们家的火塘做饭吃 我们家的火塘 这个火塘